我是流着血,忍着泪舍者偏闻的,因为直到今天,我还是一个在路上看车,早早选择不上车的人。 十多年来,由虎视到平时到仰视香港流家,是真真确确香港流家的受害者之一,本着香港人好吃花生的态度,我应是最想看到香港流家大跌之人。 但理性却告诉我,这好象,应该不会发生,我们看看哪些利淡香港流家的因素。 一,人口老化生育少,香港死亡人口达4.98万,但出生人口仅4.31万,教死亡数字低6700人。 没有错,单看便这数字,香港人口是在乎增长,但香港开埠近120年。 什么时候是靠本地人的生育来支撑流家的? 又什么时候不是靠外来移民带动房屋需求呢? 1870年左右,旅居香港的近代思想家黄涛曾谈到其时中国人的居住环境。 华民所居者率多小如窝舍,物药丰房,计一传之任,月必费十如今,故一屋中多者尚之七百家,小亦二三家,同居二串,尋障之地,而一家之南虎老字,面食罐欲咸,聚处其中,有约蚱之在简,获之息悦,非福人类所居。 三隐号,百多年来,香港一直是移民城市,居住环境也一直恶劣,那为什么还有源源不绝的移民,因为香港是求职至富的好地方,只要香港仍有吸引力,本地出生人口的多少根本不值一谈。 同一道理,2020年的中国经历了出生人口的断崖息下跌。 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诸三角楼价大跌的结论。 中国是一个州营的大国,人口达14亿,经济上南强北弱越见明显。 2019年我在位州游换,发现当地楼管的买家多是北方人。 珠江三角洲,长江三角洲的楼价是举国之力托出的,换句话说,这些地方的楼市稀缺资源。 买小见小,说全国人口多小和个别地区楼价升跌的关系,示范了以全概篇之谋。 2.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动摇 过去三年,中美的确在激烈争斗,脱欧论也无日无之。 但即使像阿拉斯加高层对话般已炒让开场,双方还是决定要继续对话? 只要中美一天不换真脱欧,香港特殊的金融地位便不会动摇,而且随着美国本土在金融上歧视中国企业,香港更成了加强版的金融中心,中外都,勉强,信得过,又能走向国际。 幻看整个中国的所有城市,强如上海,深圳等,都不能兼有以上这两条特质。 3. 移民市楼宇供应增多,2019年的黑暴和2020年的国安法形成了左右夹击力量。 史南黄两派都很受伤,都产生香港每下月放,不如一走了之之想。 布在英国曾估算,2021年有15.33万港人前往英国,不者周围也真有零星的移民案例,但今天的移民和上世纪90年代的移民有本质不同。 90年代的郊美和香港比较是天堂和凡间之别。 移民市面子女子都获利的是,郊美澳等地收入高,福利好,环境美,还有先进文化及制度的荣誉感。 简直是人上人或自国人上人的都应该去。 用数据说话,以香港人最热满的移民地加拿大为例。 1990年人均GDP是21,448美元。 香港是13,486美元。 差距明显,然已经30年的发展。 2020的加拿大人均GDP是43,873美元。 香港这,46,701美元。 后来居想了,我们从过去30年。 移民的港人大量回流就知当地居不易,发展不好,此无他,香港处于世界发展最好最快的东亚。 而且在可见的未来50年,东亚仍会是发展最快速之地,甚至可能登上最发达地区。 同时,郊美等国治安恶劣,毒品横行,公立教育惨不引导,更糟糕的事,随着中国复兴,在欧美的华人成了中西冲突的磨心。 处境必越来越差,而民事连根拔起的举动,比买不买楼更难决定。 何况哪些要移去的地方已从天堂下降到凡间? 真会这么多人移民。 我恨怀疑,真会这么多人一走不回。 我不信,所以,哪些已移民或想移民的,都可能在香港留一手。 这一手有什么好过房屋? 我们一起晾起来。 这一手没有问题,是不是没问题? 我们本来说,我们整个月的事,会认为您是干净的事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